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近几个月来,有大批华人从美墨边境投渡进入美国 成为近年来人数增长最快的投渡族群 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走线,徒步穿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威胁峡谷来到美国 试图寻找新生活 对此,移民专家表示 走线风潮的兴起,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不振,以及美国收紧签证 但这对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一定是坏事 对此,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教授 多年研究华人移民问题的梁在认为 造成本次大批华人从美墨边境走线投渡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经济不振,以及美国签证收紧 他指出,在经济方面,中国新冠疫情后经济恢复缓慢 失业率不断上升,对中低端工人而言伤害极大 尤其是很多电子厂家撤出中国大陆市场 纷纷转移至东南亚,导致不少工人失业 现在的这种低增长状况导致很多人不适应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 远低于年增长5.5%的目标 另外,他还认为 严格的签证审查和中美之间的旅行限制 也是走线兴起的另一大原因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中国人无法直接飞往美国 因此只能另辟蹊径 据梁在总结 这次走线的移民有三大特点 第一,是省份多艳化 以前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主要以福建居多 但现在全国各地都有 第二,是层次多样化 过去偷渡人群 多为文化层次不高的底层人群 但现在有很多大学毕业生 甚至包括很多小企业家 也加入走线人群之列 第三,是走线内容网络化 以前若想偷渡 需要专业人士或中介等作为路线带头人 不仅传播范围有限 而且费用高昂 之前一个人偷渡可能就要8万美元 但现在下降到只需5到8万人民币 对此梁在表示 偷渡费用降低 也是如今走线人数大增的可能原因之一 这使得现在的移民变得更为轻松 对于目前的一种说法 说某些走线过来的中产华人吃不了苦 对此他表示 根据他数十年来对移民的研究经验来看 吃不了苦的人应该还是少数 想留下的华人会通过各种方式留下 甚至在美创业 他指出移民群体大批入境 对美国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在疫情之后 美国的劳动市场正处于急速恢复中 比如在消费市场工资明显上涨 小费和服务费涨得也非常厉害 大量中低端工作 尤其是餐饮业存在明显的用工缺口 因此现在美国的劳动力需求大 工资高 而对于当下的走线风潮 什么时候会减弱这个问题 他认为这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经济的恢复状况 最近在亚利桑那州的高速公路上 发生一起荒谬的交通事件 2号下午 当地警方接到报案 说有一名小男孩正开着一辆红色的皮卡 在高速公路上蛇行 警方随即出警 沿路追捕 大约在20分钟后 在一个闸道的紧急车道上靠边停下 警方上前一看 开车的竟然是一名10岁的男孩 当时他的父亲坐在副驾驶上 手里拿着一瓶已被打开的酒 随后警方将这位父亲逮捕 并指控他犯下虐待儿童 危害他人安全 酒驾 以及非法允许未成年人驾驶车辆等罪 目前被关押在当地监狱 而开车的10岁男孩 截至目前尚未受到任何指控 希望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据即将离任的乌克兰国防部部长 列兹尼科夫在接受国营媒体独家专访时接入 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 一天的花费高达1亿美元 他说战争打一天就要花掉我们1亿美元 这些经费是由乌克兰公民提供 是他们纳的税 这些钱从预算流向军队 据列兹尼科夫表示 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24号入侵以来 志愿者团体提供的物资 只占所有已到达前线装备的3% 据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报道 列兹尼科夫在专访中声称 围绕军方的贪腐丑闻 跟批评人士迫不及待的贴上标签 已经把商人们都吓跑了 他们不再跟国防部合作 他们说对于跟乌克兰国防部 或其他国家机构定立合约感到不自在 因为会被执法机构骚扰 账户可能会被扣押 对此 列兹尼科夫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贪腐 没有正派的人 据报 此前曾有新闻爆出 乌克兰国防部在列兹尼科夫的领导下 在俄乌战争期间 曾爆出采购军粮 军衣 价格灌水等丑闻 但他否认有任何违法行径 并在9月4号递交的辞呈中宣称 已对采购和购买程序进行了改革 就任时被交付的工作和任务已全部达成 日前 印度总统府向20国集团贵宾发出的晚页请贴 应采用巴拉特一词取代印度而引发认同争议 并再度掀起是否更改国民的争论 今天 印度在野阵营国会议员扎达哈 在推特上发布图文 披露 印度总统府在G20晚宴请帖中 将发函人的称谓写成了巴拉特总统 而不是以往常见的印度总统 该消息传开后 引发印度政客之间的口水战 扎达哈认为 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不该私自废除印度国民 因为印度不属于任何单一政党 而是属于13亿5000万印度人 印度的国家认同不是印度人民党的私有财产 不容随意更改 另一位在野阵营国会议员拉梅舌也在推特发文 施责总理莫迪试图扭曲历史并分裂印度 但隶属印度人民党的阿萨姆省省长沙尔玛支持更改国民 今天他也在推特发文时称印度为巴拉特共和国 据悉印度现行的英文版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写道 印度及巴拉特是一个联邦 而印度文版的宪法则写道 巴拉特及印度是一个联邦 从字面上看 印度及巴拉特 但意识形态倾向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 印度人民党则认为 印度这个国民是由殖民者英国人所起 一直希望将其改为巴拉特 以摆脱奴役思维回归本土 但印度人民党以外的政党则认为 巴拉特一词源自波罗多 是印度教神话中印度第一位君王的名字 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 以巴拉特作为国民 形同于将印度教理念强加给国内的非印度教徒 而就在国民争议四起的情况下 印度媒体今日印度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印度政府将于9月下旬召开的 国会特别会期中提出更改国民的决议案 删去宪法第一章第一条中的 即印度描述 只留下巴拉特是一个联邦 据报道指出 随着印度逐渐崛起 去殖民化意识开始日益浮现 去年9月 莫迪将新德里地标印度门前方的国王大道 更名为责任大道 而国王大道中的国王指的是英王 乔治武士 另外在数日前 莫迪还删除了印度海军军旗上的 圣乔治十字符号 放大了印度海军军徽 因为圣乔治十字符号被认为带有殖民意向 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汉今天承认 无法平衡收支 并指责保守党政府提供的资金已差短多年 市议会领导人指出 通胀猖獗加上税收减少 已引发一场完美风暴 据法新社报道 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伯明汉 市议会表示 已根据1988年地方政府财政法发布第114条通知 禁止除基本服务外的所有支出 由工党把持的伯明汉市议会领导人表示 此举是让支出重新站稳脚跟的必要步骤 他们表示 保守党政府2010年执政至今 共计削解了10亿英镑的开支 造成例如推出新电脑系统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雪上加霜 另外 博明汉市议会领导人还称 通胀猖獗加上成人社会互利成本增加 以及商业税收减少 造成一场完美风暴 但博明汉市议会的保守党议员 则指责工党对公共财政管理不善 据博明汉市议会透露 该市政府需要为同工同酬的官司 支付高达7.6亿英镑的索赔开支 而博明汉则拥有约110万人口 据报 此前位于伦敦以东的 埃塞克斯郡色罗克议会 在去年12月也宣称 该郡陷陷入财务困境 7月份 刀狼的新歌《罗刹海事》爆红后 争议不断 因这首歌曲的歌词 取材于普松林聊斋之意中的 一篇同名故事《罗刹海事》 因此有网友质疑 这种做法是否存在侵权问题 对此 蒲松林的后人发视频表示 刀狼以聊斋为灵改创作方向 不存在侵权问题 更谈不上起诉或索要版权费 据酒派新闻报道 蒲松林第11世孙蒲章俊 日前在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 发布视频 驳斥刀狼的罗刹海事 侵权等相关言论 蒲章俊称 这段时间总有一些网友问我 刀狼写《罗刹海事》 及其他有关聊斋内容的歌曲 是不是侵权 还有网友打电话来说 应该起诉刀狼索要版权费 对此 蒲章俊表示 刀狼先生创作与聊斋有关的歌曲 不存在侵权问题 更谈不上起诉或索要版权费 相反 我们要大力支持刀狼先生和各界艺术家们 用歌曲或其他的形式来弘扬聊斋文化 在视频中 蒲章俊介绍 按照中国的著作权法 在作者去世后 作品享有50年的保护期 超过这个期限 作品就自动成为公共版权 因此 聊斋之意不属于个人所有 它已是全国人民的文化财产 大家都可以二次创作 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创产品 此外 蒲章俊还呼吁 希望网友们以事实为依据 支持和包容那些 为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艺术家们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心中的那pus打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可到失去又能怎样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亲啊中啊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